提起霍金地球人都知道 他是举世文明的物理学家 伟大的科学家 杰出的天文学家 被誉为宇宙之王 靠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和超人智慧 给人类留下了无尽的财富 但是这样杰出的科学家 在新年刚开始就爆出了一个大光 引起了渲染大波 震惊了全世界 浑身上下就三根儿手指头能动的霍金 竟然去罗利岛上 然而更离谱地在后面 有网友发现25年前的美国动画片 辛普森一家 竟然完美地预言霍金罗利岛的事件 这一集的动画片剧情显示 是飞行的人已加走小女孩 而这一集的主角正是模仿霍金的特征 让不少网友细思疾口 更是有网友评论 对上都对上了 有位网友评论 不要太神话一个人 他是个天才但也是个人 有这样的想法就应该唾弃 接下来就来讲讲霍金 近日美国法官下令公布了 有关爱波斯坦的长达900页的犯罪文件 公布了上过罗利岛的人员名单位 文件中被点名的一百多人中 这时太大已经在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 从各国照到上流贵族 从明星富豪到学者精英 那么 什么是罗利岛呢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1998年 美国爱波斯坦豪至795万美元 买下了一座岛屿 爱波斯坦买下小岛后 盖下了一系列豪华别墅 泳池 停机坪各种水上娱乐设施应有尽有 还安排了不少专门的安保和服务人员 爱波斯坦把众多未成年少女们 哄骗到这个岛上发生关系 并请他那些政商界名人朋友 到这里消遣享乐 因此这座岛也被称为罗利岛 几乎每次 他都会用游艇或私人飞机 带未成年少女上岛 其中最小的年仅12岁 这次公布的名单 都谁去过罗利岛了 拜登 奥巴马夫妇 克林顿夫妇 希尔顿 宾尔盖茨 英国国王都是常客 其中克林顿不远千里七十多次飞到小岛上 不知道这位前总统到底糟蹋了多少女孩 那么提出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患有剑动症的霍金 是如何在罗利岛上享受的 有说霍金是去看裸体诸如 在高高的黑板上解复杂方程式 这个也太抽象了吧 实际上剑动症患者通常是有性功能的 剑动症一般是指肌萎缩厕所硬化 是一种慢性 进行性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目前尚未有研究显示 剑动症会直接影响患者的生殖器官 但是 由于剑动症会影响肌肉的运动能力 可能会对性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在疾病早期 可能只出现轻微的肌肉无力或肌肉萎缩 但随着病情的发展 患者的肌肉萎缩和无力会逐渐加重 医生可能会建议使用一些药物或辅助器具 来帮助患者维持性功能和性生活质量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霍金21岁就瘫痪了 但却娶了三个妻子 先后有三个孩子 那么三个孩子怎么来的 一直有人质疑霍金三个孩子的来源 大家质疑不是没有道理 瘫痪的人能生育后代的可能性非常之低 霍金还一生就是三个 对得起他本人的传奇之名 霍金患的病极有为缩性厕所硬化症 症状表现就是全身瘫痪 甚至不能出声音 全身被紧紧束缚在轮椅上 不然就会掉下去 大小便都无法自理 失去男性功能 因此霍金的粉丝们满腹疑惑 这样一个不能有正常人文行为的人 孩子从何而来 关于霍金的三个孩子 人们提出了以下几种猜测 可能一 他的三个小孩是他和第一任妻子 建王尔德在孤儿院领养的 可能二 霍金是英国人 英国的医疗技术全球领先 英国的试管婴儿技术也非常了断 他的三个孩子失事管婴儿 可能三 三个孩子生母是霍金 妻子建王尔德的 父亲不是霍金 是另有其人 并且有的人还言之早早 可是有关机构在前面了解 霍金生平之后 得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 确实令人信服的节目 他们的三个孩子 确实是霍金的骨穴 没有一点疑问 霍金的履历表是这样写的 霍金 男 1942年1月8日出生于英国牛津 此人天资聪颖 从小勤奋刻苦 思维独特 毅力惊人 成绩优异 贫学兼优 1963年 21岁的霍金身体出现异样 在路上莫名其妙摔倒 上楼社会失足摔下步行人士 半年后 经过仪器检查 专家会诊 确定他患的是运动神经系包病 此病是一种非常古怪的疾病 患病率为十万分之一 治愈率确实千万分之一 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 更可怕的是 理论上 根据霍金的临床表现 医生判定他的存活时间为一到两年 最多也不超过三年 霍金把医生诊断书扔到垃圾桶里 他没有自暴自弃 没有悲观厌世 没有一决不振 他告诉亲人 他要跟命运作斗争 不能战胜病魔 但却能打破医生的预言 挑战人类极简 刷新医学史的记录 两年后 霍金依旧活着 还活得非常坚强 不仅如此 霍金还在1965年 取得了博士学位 叫人瞠目结舍 就在这年 霍金双喜临门 失业爱情双丰收 娶了一个温柔贤硕的妻子 简王尔德 在1967年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 霍金的爱情也结下硕果 第一个孩子 罗伯特咕咕坠地 孩子的降生 变成了霍金活着的动力 给了他搞科研的灵感和信心 尽管霍金的病情 在那段时间并不稳定 时好时坏 但总的来说 还能维持一个相对好的状态 因此在罗伯特降生三年后 他们的爱情结晶 第二个孩子 霍西降生 霍金横闯爱这个女儿 说她是自己的天使 第二个孩子的降生 在英国引起轰动 被称为医学史上的奇迹 但更加人惊奇的是 在1976年 霍金迎来了 自己的第三个孩子 提莫西 美国时代周刊 对此做了专题报道 霍金 一个震惊世界的男人 有人说万因变化的条件 宁是变化的根本 妻子再爱他 也不可能自然受孕 实事求是的说 在1979年以前 霍金的身体 还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他依然能够 比较从容的控制轮引 下肢还有部分功能 霍金的剑动症 开始出现质变 是在第三个孩子 出生之后才产生的 所以说 霍金的三个孩子 确系亲生 不问怀疑 而且剑动症 不是遗传疾病 霍金的三个孩子 很健康毫不奇怪 霍金身上的伤痕 从何而来 霍金先后娶了三个妻子 第一个妻子就是为霍金 生下三个孩子的女子姐 1965年 简在霍金身体 出现问题的时候 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她 相予一摸 服侍 照顾霍金25年之久 同时还操持家务 抚养孩子 看着她从默默无闻的研究生 变成名阳世界的科学家 但是由于宗教 跟科学的矛盾 让夫妻二人的感情 出现裂痕 妻子不能接受一个 把上帝排除在外的 科学家丈夫 于是二人在1990年离婚 风雨同舟几十年的 夫妻分道扬镳 五年之后之后 霍金生活出现 第二个女人女护士一来人 2004年1月14日 媒体爆出霍金 遭到第二任妻子虐待 一是引起全欧洲轰动 一周后 霍金会见记者 郑仲指出媒体相关报道 严重失实 表示要追究媒体责任 可是媒体有图有真相 说霍金身上出现 多处神秘伤痕 手腕骨折 脸部和嘴唇 有很甚的切口 同年三月 英国警方借入此案 但霍金拒绝合作 调查无法持续 最终不了了之 其实早在2000年 霍金就被报意外受伤 警方也很着急 但是当时没有报案 也拒绝配合 女儿露西霍金 当时也对媒体说 发现父亲身上有伤痕 但是父亲说是 自己不小心造成的 2006年10月19日 64岁的斯蒂芬霍金 与跟第二任妻子一来 走进法院 他们维持了11年的婚姻 走到尽头 2018年3月14日 斯蒂芬霍金去世 享年76岁 这个伟大的科学家 一身辉煌和不幸交织 阳光与黑暗并存 毅力和挫折同在 叫人敬佩 叫人感动 叫人扼腕 可以高位霍金的是 去世后 他的骨灰 被安放在伦敦的 威斯敏斯特教堂里 跟牛顿和达尔文为林 此人一世 但我们永远忘不了 他留下的时间简矢 这本书从发布到现在 已经被翻译成了 三十多种语言 畅销千万策 或计也可以避开了 专业术语 使这本书成为平民 百姓也能读得懂的 科普类书 这本全彩图说 时间简矢 你也采用了 大量彩色图景 孩子们打开这本书 就相当于 开启了整个宇宙 心情放飞 徜徉其中 从小喜欢 仰望星空的人 长大才能看清 脚下的路 拥有更高的人生格局 对此 你怎样看待此事呢